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一个操作 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东西 就像我们的PC一样 如果没有这个PC的登录密码 我们是没法就是进入这个PC的系统的 甚至我们可以 我们即使用那个访客账户登录的话 来宾账户或者说叫访客账户登录的话 那我们所能对这个PC执行的操作也是非常有限 比如说我们不能安装软件啊 或者说不能 把这个PC硬盘里存一些东西啊 对吧 所以数据库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权限有什么好处 当然是为了这个数据库的安全 只要想万一有一个这个什么也不懂的这个小白菜鸟 然后对数据库进行了一堆乱七八糟操作 那么整个数据库就会变得很混乱 然后甚至可能崩溃 这是我显然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给每一个单独的用户 然后设置一定的权限 确保他的权限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 他能够掌控他对数据库进行的操作 那么看一下这个用户系统权限 在用户被创建之后 数据库管理员可以授予特定的系统权限给该用户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格式 grint权限privilege to用户user 这个很简单 就是我要给什么样的权限 to谁就是给哪个用户 然后我能够给什么样的权限呢 创建绘画 创建表 创建序列 创建试图 创建序列指令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 一小部分 具体我们能够创建多少种权限 这个我也记不清 我也记不住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sicle的官方文道 然后看这个例子吧 grint这个给权限 然后给什么权限 给这个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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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然后给谁 to就to谁 toscot 也就是我们给了scot的用户 这个权限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这段代码 然后只有管理员运行的时候 它会有用 然后我们得到提示 这个权限已经被赋予了 当然那个有权限 权限的接受者是用户 那么用户是怎么来的 用户当然也是管理员来创建的 数据库管理员用createuser 那么这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语句 所以我一再强调这个sicle 实际上真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啊 我们createuser 加上这个username 然后再identifiedby 然后加上这个用户的密码 就ok了 然后下边是这个例子 我们创建了一个hr的用户 密码还是hr 然后得到成功的提示 这个用户已经被创建了 那么我们当从 当我们从一个这个管理员手中 收到我们的用户名跟密码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登录需要干什么呢 达多数人肯定第一次登录 要干的事就是改密码 对不对 那么如何改自己的密码呢 我们用这个alertuser预计 然后怎么修改alertuser加你的用户名 identifiedby加你的新密码 就ok了 然后你的新密码就已经被记录在案 那么下次登录的时候 你就必须用你的新密码登录了 总之还是说有给就有拿 我既然可以给你权限 那么我可以把权限 也可以从你这里拿回来 怎么拿回来 用这个语句 rework 我们rework 什么权限 就后边接什么权限 然后on 在哪个表上 注意这个撤销权限是以表为单位的 然后from从哪个用户那里撤销 也是非常简单的一条语句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东西 叫肉角色 什么叫角色 我们在这里有三个用户 然后我们数据库中有四个表 三个用户四个表 然后这三个用户都是一样的 都是数据库的这个大神 然后那么我们需要的呢 就是给这个给三个大神 足够的权限 让他们帮助我们来管理这数据库的四个表 然后所以我们就给他开放全部权限 那么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右官员的账号 给这个黑大神 开放这个表一的权限 开放表二的权限 开放表三的权限 开放表四的权限 对吧 然后我们再给这个B大神 开放四个权限 然后再给C大神 开放四个权限 那么这样是不是很麻烦呢 我们只有现在只有三个大神 然后如果我们有三十个大神呢 四个表呢 那我们是要操作一百二十次 这个显然是不愿意有人做的 这个活太累了 那我们就有 Oracle给提供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 叫肉角色 我们可以给这三个大神 分配一个共同的角色 然后我们只要给这个角色 有一定的权限 开放了权限 然后那么这三个大神就都有相应的权限了 这个实际上在Windows里边 我们叫做用户组吧 实际上是相类似的 可以看到我们给这三个大神 然后都给他们一个角色叫Manager 因为他们是大神 所以他们就是经理管理的 然后我们再给这个Manager开放这个四个表的权限 然后那么相应的这三个大神 也就有了相应的权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指令 也是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要创建角色Manager Create肉 然后加上你的这个肉的名字 就非常简单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角色赋予一定的权限 然后grint 权限 然后to这个肉 就跟前面给用户赋予权限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一步 可不是把冰箱门关上啊 最后一步是我们把这个角色肉 赋给这个用户 这个grint 角色to用户 就OK了 然后这个用户就具有这个相应的权限了 好 那么这个 这一讲就完了 到此为止 那么如果你想深入学习的话 这个sirco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推荐sirco开发指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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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